今天的台北電影節當中 哈雲家家家榮獲台北電影獎三項大獎 電影公司團隊隨即也舉辦了慶功宴 哈雲家家也成為台灣最有代表性的原住民電影 細膩的呈現家族的聚密情感 以象徵泰雅族文化對於家的意涵 樸實卻又不平凡的故事 透過電影讓大家認識 甚至讓國際看見台灣 因為拍戲而邪視成為沒有邪情的家人 參照電影《考護房》就是泰雅家庭最重要的地方 事件政關係重生 有時宛如一間避難所 有時折上一座指路的燈塔 而現在的演員們持續不斷的聯繫 真摯的呈現泰雅族家庭的嘎嘎 用這樣的形式承維文化的核心 我們在拍攝期間 他們大家都把我當成自己人在看待 然後我也是把他們當成家人 尤其是阿嬤 他每次見到我都直接叫我 用族語叫我孫子 其實我們都還是會在群組裡面 虛寒問卵 我今天可能譬如說我得了有什麼事情 然後我會去分享到上面 然後讓家裡的人知道 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 都以原住民當作題材 也深受到各界的好評 也漸漸地發現原住民的文化開始被主流社會青睞 漢永家打造出一部平時卻溫暖的眷有之作 嘎嘎就是我們身為的生活規範和習俗 原始新聞把杜雅命不來 路雅台北市採訪報導 無奈 對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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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